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中国大陆的湘西地区有个桑丘城,在以前那儿的汉人把苗人归为满意一类,多次发兵征讨,可苗人彪汉勇猛团结,汉人损兵折将,也没得到半点好处,只得作罢。 和苗人定下协议,以玉溪水为界,各自相安一语,这样相安无事地过了好些年,苗人和汉人虽贸易往来频繁,相互通婚的却极少。 北岸住着一户姓上的汉人只有母子两个过活,母亲种田种地,儿子上子洛上山打猎补贴家用,日子还过得去,上子洛五官俊朗身材高大,见数了得。 这天,上子洛正要下山时,却听到了一个年轻女子痛苦的呻吟声。 上子洛一看,离她不过二十米远的地方,一个满脸脏污,头发捧乱,十七八岁的姑娘正抱着腿坐在地上,旁边放着一个碑楼,碑楼里有一些草药。 上子洛正要过去,又犹豫了。 那个姑娘穿着苗服,明显不是汉人,按理说她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汉人苗人早就说好了的,以玉西为界,北边的山地汉人使用,南边的苗人使用。 这个苗族姑娘怎么会来北边山采药? 可若是不管这个姑娘天一黑,山上猛兽出没,这个姑娘没人相救,可能就会死在山上了。 上子洛走也不是,流也不是,姑娘却看到了上子洛,用汉话向上子洛求其救来。 上子洛不再犹豫,大步走了过去,姑娘的左脚扭伤了,肿得老高,不能粘地。 上子洛只好把猎物挂在胸前,腰上,背着姑娘下山。 姑娘的汉话说得十分流利,一路上她告诉上子洛,她阿公病了,需要一种草药,只有北山上有。 她来北山采了好几次药了,这次是从山上不小心滑下来,才扭到脚的。 上子洛只要把她背到玉西南岸,她有办法叫俗人来接她。 一路上姑娘清脆的声音,如百里鸟一般,不时响起。 可上子洛却红着脸,一声也不吭。 她二十五六了,还是第一次接触到姑娘家柔软纤细的身体。 一般女儿家特有的清香,直往她鼻子里钻。 上子洛简直要醉了,哪里还敢说话。 下了山,上子洛涉水把姑娘送到南岸,姑娘叫住了上子洛。 为难地说,她想洗洗脸,要上子洛帮帮忙。 上子洛拿自己喝水的竹筒给姑娘装来水,姑娘把脸洗干净,又拿出梳子把头发整理好。 上子洛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没想到这个姑娘长得那么俊俏。 山上的杜鹃花虽美,可没有姑娘水润,地上的牡丹虽负利,却没有姑娘灵动。 上子洛呆呆地看着姑娘,姑娘不由地扑哧一笑。 两个酒窝若隐若现,更是令上子洛沉醉其中。 我叫穆朵,阿哥,你叫什么名字?姑娘笑问道。 上子洛脸比熟透了的大虾还红,小声回答道, 我叫上子洛,家住得不远,离玉西只有二里,我今年二十五了,还未娶妻。 姑娘又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上子洛才后知后觉, 又不是查户口,自己却把啥都说了,脸更红了。 穆朵从腰间解下了一个竹笛,三长两短吹了几声。 听见远处有笛声回应,就把竹笛递给了上子洛,红着脸说, 我阿爹要来接我了,你要是想见我了,就吹六声竹笛。 我若回六声竹笛,你就在这儿等我。 说完催促上子洛快走,不然被阿爹看见就不好了。 上子洛担忧地问,你的脚? 穆朵娇撑地瞪了上子洛一眼说,我们的苗药好着呢,不出两天我就能走了。 上子洛回去后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全是目睹的样子。 上子洛试探着问母亲,若是有一天,她娶个苗族女子为妻好不好。 母亲顿时大怒,责骂道,你忘记你爹是怎么死的了? 上子洛不敢回嘴,却在心里说,我爹去世又不是苗人做的, 是他自己去攻打苗寨时不幸从山上摔下来摔死的。 娘总是把账算到苗人身上去,没道理吗? 又过了几日,上子洛实在是太想目睹了,想得吃饭不香,睡觉不宁, 不顾一切地跑到南岸,掏出珍藏的竹笛吹了起来。 过了一会儿,远处想起了六声竹笛,上子洛大喜高兴地在原地转起圈来。 可能是打扮了一下,目睹比上次还要漂亮,上子洛心跳如骨, 把自己准备了好几天的一个饮手镯拿来出来。 目睹红着脸接过了手镯,拿出了一双金星刺绣的鞋垫给上子洛。 就这样,两人明确了心意,开始了甜甜蜜蜜,却又是偷偷摸摸的恋爱。 这天两人又见面了,却是不约而同地叹起气来。 原来上子洛眼看二十六了,还没娶妻,母亲早就急了, 这次相看了一个姑娘,虽说姑娘相貌一般,年纪有些大, 要的彩礼还有些多,可她母亲也顾不得了,逼着上子洛答应。 而目睹则是大祭司的儿子看上了他,正请了媒人再向他阿爹提亲呢。 两人愁眉不沾,爱声叹气,目睹把心一横对上子洛说, 咱们私奔吧,等生了孩子再回来,阿爹就拿我没办法了。 上子洛犹豫着说,那我母亲怎么办? 目睹想了想红着脸说, 我汉话说得好,干脆我装作汉家女子到你家去, 我们尽快拜堂成亲,你看怎么样。 上子洛说,那你阿爹知道了,会不会把我打死啊? 目睹低声说,我们苗家女子一生只认定一个人, 只要我们生米煮成了熟饭,阿爹阿娘大不了打骂我一顿, 大祭司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上子洛还有些犹豫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 只好和目睹约定,三天后他准备好汉家女子的服装, 在这里等目睹。 忐忑不安的过了三天,上子洛做好了准备, 来到了玉溪边,目睹已经等在那儿了, 上子洛把目睹带回家, 对母亲说是捡到了一个女子,想娶她做媳妇, 上子洛的母亲和氏一口答应了, 目睹长得漂亮,温顺勤快,又不要彩礼, 和氏哪能不满意? 婚礼定在三天后,婚礼这天艳阳高照, 新娘装扮的目睹漂亮的恍人眼睛, 上子洛舍不得离开目睹半步, 和氏乐得何不拢嘴, 可是正在两人拜堂时, 目睹的阿爹阿娘阿哥都赶来了, 脸色十分难看,二话不说, 拉着目睹就走。 目睹挣扎着用苗画告诉爹娘, 他生生世世都是上子洛的人, 求爹娘成全。 阿娘哭了起来告诉目睹, 你是苗家女, 汉人会把你当珍珠般疼惜吗? 阿爹也是眼圈红红的, 阿朵啊,我和你阿娘只有你一个女儿, 从小把你捧在掌心里长大, 拿舍得把你送给别人交件。 阿哥也难过的说, 上子洛的娘, 尖酸刻薄的名声连阿哥都知道, 你竟然一头扎进去, 你不怕被他戳磨吗? 目睹看了看一脸茫然的和事, 又看了看痛苦担忧的上子洛, 坚定的说, 我既然答应了阿洛就不能反悔, 百般劝说目睹也不肯回头, 阿爹阿娘和阿哥只得又气又恨又伤心地离开了。 晚上来喝喜酒的人都走了, 已经忍耐了半日的和事, 立马要目睹和上子洛跪下, 把事情交代清楚。 听到目睹是苗女, 和事勃然大怒, 但看到了上子洛满是哀求的眼神, 她强自忍了下来。 婚后第三天, 和事就骂骂咧咧地要上子洛去打猎, 说是家里多了一口人吃饭, 再不去干活就只有等着饿死了。 上子洛一走, 和事就开始折磨目睹, 吃剩饭, 干重活, 打骂不停。 上子洛回来了, 和事就做出对目睹很好的样子, 媳妇叫得清清热热。 这样仅仅过了一个月, 目睹吸热红润的脸颊, 就变得苍白消瘦起来。 晚上目睹偷偷告诉上子洛, 和事趁他不在就折磨自己, 可上子洛却说, 我娘只是脾气不好, 可心地不坏, 我看他对你挺好的。 再说, 就算他有什么不适, 你是做媳妇的, 多担带点是应该的。 目睹想和事终究是婆婆, 他向来不喜欢苗人, 对自己不好也情有可原, 只要上子洛一心一意 喜欢自己就行了。 可离目睹万万没想到的是, 才过了一年, 和事就以目睹还没生孩子为由, 张罗着给上子洛再娶一个平妻, 而上子洛竟然不反对。 目睹泪水滚滚而下, 惨白着脸问上子洛, 你不是发过誓, 这一生只认定我一个的吗? 为何又答应了娘娶平妻? 看着几乎变成了黄脸婆的目睹, 上子洛有些不耐烦, 娶平妻只是为了生孩子, 我又没休了你, 认定的不还是你吗? 目睹惨然一笑说, 如果你要另娶他人, 我一定会离去。 自从目睹进了门, 就从未和苗寨来往过, 他还能去哪里? 上子洛不在意地哼了一声, 就算是给目睹的回应。 没人在乎目睹的伤心, 一段时间后, 一个汉人女子还是吹吹打打进了上家的门。 上子洛又当上了新郎, 只顾着和怀里的新娘子亲热, 哪里听得目睹, 呜呜夜夜一夜的哭声。 第二天天没亮, 目睹就悄然离去了, 没想到目睹竟然真的决然走了, 上子洛心里很不适滋味, 和氏却说眼睛低没有了, 他高兴得很。 不过和氏笑得太早了些, 他贪图陪嫁, 新娶妻门的媳妇刘氏, 是个图护的独生女, 性格骄横, 懒惰馋嘴, 一个不对服就撒泼, 要是撒泼撒不过, 就叫他爹拿着杀猪刀来讲理。 和氏在刘氏面前, 别说摆婆婆的谱, 连句重话都不敢对刘氏说, 上子洛在刘氏面前也成了块软豆腐, 就这样刘氏还不满意, 嫌上子洛不时时在家陪自己, 三天两头的回娘家, 一回二回的就和他娘家的表哥眉来眼去有了暧昧。 风言风语传到了和氏和上子洛的耳里, 母子俩敢怒不敢言, 兜不由的想起了目睹, 后悔不已。 不过不久, 刘氏的爹有一天喝多了, 失手打死了一个泼皮, 被抓到了牢里, 家产也被判赔给了泼皮的牢母, 刘氏没了靠山, 骄横不起来了, 和氏和上子洛商量了, 休了刘氏再娶媳妇, 可没有一个女子愿意嫁给上子洛, 哪怕是寡妇也不愿意, 和氏和上子洛又想起了木朵, 打听得木朵回了苗寨, 上子洛和和氏找到了木朵的家, 和氏和上子洛做梦也没想到, 木朵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穷人, 木朵家有几十头牛, 半山坡的羊, 连绵的田地, 两人更是后悔, 等见到了又变得俏丽无比的木朵, 两人已经后悔的肠子都轻了, 木朵怀里抱着一个眉眼和上子洛一模一样的男孩, 原来木朵走时已经怀了孩子, 可无论上子洛和和氏怎么赔罪, 怎么流泪表示悔过, 怎样表决心以后对木朵好, 木朵都不为所动, 上子洛垂着头含着眼泪问木朵, 既然我们都有孩子了, 你为何不肯回心转意, 难道你愿意孩子从小没有爹, 这时木朵才冷笑道, 我们苗人和你们汉人不同, 我们说出去的话, 一口唾沫一个坑, 从不反悔, 我说过要离开你就绝不会回头, 后来和氏和上子洛还去找过木朵多次, 把木朵惹烦了, 告诉上子洛说, 要不是因为上子洛对他有救命之恩, 和氏和上子洛早就中骨了, 说得和氏和上子洛心里毛毛的, 再也不敢去苗寨找木朵了, 后来上子洛一直没娶到妻子, 和氏逢人就骂, 蛮夷就是蛮夷, 宁可孩子没爹也不肯回头, 真是决绝, 旁人当面不说什么, 可转过背就会嘲笑和氏, 和上子洛活该。